7号的晚间 关山警分局电光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 指称有人衰落了30公尺深的坡砍 警方以及消防人员 立即赶到案发现场进行救援 找寻了十多分钟之后 发现有人求救的声音 历经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将受困的伤患 以担架从坡砍拉起 索性经过诊疗之后 并没有生命危险 警消人员一到达民众报案的现场 才发现有人衰落30公尺深的坡砍 紧急拿着单架慢慢的往深处放下 警方表示这名诚信机车骑士 在行进电光里产业道路时 因为路段没有路灯 也没有忽然 而且当时还下着小雨 导致视线不佳 才连人带车甩入坡砍 我们在现场大概早了10分钟 就会在发现 那个坡砍30公尺的地方 草丛里面 有民众在喊救命 而且那个草丛在晃动 连人带车就摔倒在 案发的地点 当时的那个机车骑士 他的双腿骨折 还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2 3 慢点 慢点 慢慢往后 不要一次才快 历经将近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合力的将骑士拉到路面上 医护人员赶紧将骑士 送往马歼医院就医 幸好只是双腿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观山警察分局提醒民众 在夜晚以及雨天 视线会变得不好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减速慢行 以维护自己的行车安全 记者 三三观山正报导